这些年我觉得在北京的生活 让我其实学习了很多 也更爱这个城市 而且工作中我觉得也结交了很多的朋友 让我能更融入这个地方 从求学于清华大学 到任职大连银行北京分行投行业务部总经理 来自台湾新竹的张鸿文 已在北京生活十余年 谈及登陆的选择 张鸿文直言这并非偶然 从小呢 我其实对祖国一直有一个 很深的一份感情 因为其实从小我就觉得是说 祖国的河山很大很美 我也想来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 所以我当时能有个读书的机会呢 我都觉得是一个契机 2012年张鸿文开启了在北京的新生活 2012年我过来的时候 其实台湾的发展呢 也陷入一个瓶颈 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机缘巧合下 我也希望能够在这里 接受更多的这种历练跟磨练 大陆的同学在一块 包含打球啊 包含各种活动 他们都一定会带上我 他们都说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要一起一起活动 我觉得这种感情 是让我更能够留在这里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十余年来他走遍了大陆的很多地方 毕业后 张鸿文决心留在北京从事金融业 可能我从小的地理特别好 我可以看到比如说黄河啊 长江啊 各个包含各种山脉 但是在台湾我都见不到 因为我觉得大陆这边 其实竞争是更激烈的 那台湾可能相对安逸 我觉得在这个环境里呢 也可以感受到很多的一些碰撞 但我觉得总体来说呢 我都觉得在这边是感受到 大家对我的包容跟关怀 如今回顾这些年的工作经历 他笑言一路走来和客户们 一起迎接挑战 共同成长相互成就 我其实工作内容主要有三块 第一块呢是关于这种 就是我们银行资金的一些投资 第二块呢是对于一些产品的设计 就比如说我们投资的这种产品 如何来包装啊 如何来设计 而其三呢我可能还会管理一些这种 比如说一些客户的这种挖掘 客户的这种 把他的产品做深做大的一个工作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是相互成长 工作上的成就感是 张鸿文对未来持乐观态度 对北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他开始思考如何帮助更多青年台胞 尽快适应北漂生活 我觉得第一个呢我是很推荐他们来这边读书的 因为我认为国内目前的这种教育资源是很丰富的 后续在大陆这边的发展是有保障的 第二呢我认为现阶段 在这个大陆这个土地上 我认为工作机会跟经济形势呢 是相对我认为是更好的 其三呢是我认为其实在大陆这几年 我能看到发展的趋势还是很有潜力的 作为北京台协青年会副会长 张鸿文也着力为在京台青打造可供他们交流和休息的小家园 朝阳区首个台湾青年驿站于2023年11月在陈兵书坊成立 张鸿文还注意到去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 除在就业生活等方面被台胞提供同等待遇 对金融领域也有所涉及 所以我非常希望两岸的金融业能够有一些很好的一些交流跟沟通 我想这十年也证明了当时的选择不是一个偶然 我觉得是个必然 对金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